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Hola Yoko 我是Yoko 好久不见我 其实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过来给大家录视频了 之前那支视频是我出去玩之前就录好的一支视频 在这十几天当中我都没有录过视频 所以有一点点想念大家 所以今天就迫不及待的过来给你们快快的录一支开箱的视频 回来以后其实想放一个Vlog给你们看的 可是因为我在旅行当中没有拍太多的影片 所以我在想可能Vlog剪出来不会太好看 然后我觉得大家对Vlog的性质也不是特别多 这里随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去了法国 去了阿姆斯特丹 还有去了法兰克福 前前后后大概是九天左右 玩的还蛮久的 玩的也蛮好的 可是我去的这几个城市都是比较冷的 然后都是那种阴雨天的那种感觉 就是时不时会下点小雨 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在法国跟阿姆斯特丹 都碰到两天的大太阳 所以有几张照片拍出来就特别的好看 那我就不废话了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支新的包包的开箱 这支视频呢其实是一支又纠结又兴奋的视频 为什么纠结呢我等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很纠结 我在法国游玩的时候呢就收到当地销售的一个电话 说我在八月份订的一支包包已经到店里了 问我是不是在两天内可以去把包包提了 可是我当下人在法国 我在短期内就一个星期以内我都不会回到西班牙 所以我就跟那个销售说我说我人在法国玩 我要到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回到西班牙才能去拿包 他当时跟我说他跟经理申请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支包再留几天 等他自信完以后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 他说可以把包帮我保留到我回来以后再去店里去 我是前天从法兰克福飞回晚的下的 然后昨天下午就直接去店里去把包拿了 因为他就打电话催我去拿包嘛 然后这款包是非常难订的 我是订了六个月 我就边开包边跟你们说 我为什么纠结这支包包好了 我当时去店里就拿了一个这样的紙袋 因为不想提个LV的紙袋在路上走 然后呢袋子在里面 我就直接这样拿出来给你看好了 是一只现在还蛮火的一只包吧 买的就是LV的一只走秀广播 我现在成为他们的长青房的一只包包 好 哎呀 这个塞得好紧啊 哇塞 等一下 哎呦 拿不出来 这位小哥哥给我装的这么好 我就不卖光子了 直接开了给你们看好了 我买的就是这一只复古的油菜 我买的是中号的 就是它去年秀广的那个size 今年秀广他们又出了一个小号的 给你们看一下包吧 然后它是这种红棕色的皮 前面这个扣呢也是他们家一个复古的扣 然后这包其实是复刻以前的老款的一只 然后它这边的扣是一个吸铁的扣子 这是个吸铁 所以它子也很好盖 上面呢是老花的皮 然后背面也是老花的样式 前面这边加了一个就是稍微浅色一点的老花 今天指甲也没来得及做 所以就比较丑 这个包包是有两个肩带的 一个是皮的 一个是铁链的 我等一下装起来给你们看 包包的风部还蛮好的 它是有两个大口袋 然后当中这里是有个带拉链的口袋的 拉链头在这里 然后也是这种 也是这种满生的 大概能放个手机什么钱 币都可以放在这边 最后面呢是有小口袋的 里面装了它们一本小本本 然后把它放回去好了 然后呢旁边呢都是这种红棕色的皮的 设计上面有一点点像风情包 然后呢旁边是有两个这样的 两个大扣子的 这支包包呢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 在法国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都有看到 不过它们都是没有现货的 都是放着only for display 就是直接展示的一款 然后呢要的话都需要订 所以呢现货也是比较难买的 我相信我自己这支呢是订了半年才订到的 这个呢是它的铁链 它的铁链还蛮重的 有一个圈是方的 还有一个是稍微略长一点点的 背上身上稍微有一点点个 比皮的肯定个很多 不过也还好 铁链的话常常是不能协调的 就只能这么长 我背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背起来大概是到这里吧 胯这里 到手肘这里 我现在把皮的袋子换上来 让你们看一下 怎么说呢 我自己卖包卖了很多年嘛 所以我对开箱啊 对奢侈品包包啊 没有那种那么的激动去开一支包 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支包 然后呢我以前就是经常卖这些东西嘛 然后竟然碰到它们 然后经常拿它们啊 试它们啊 或者给客人展示啊 所以开箱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那么的激动 因为我之前有些视频 有些妹子给我留言说 我开箱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开箱不激动的原因是 它对我来说 跟一件衣服跟一双鞋 是一样的道理的 除了它价格比那些衣服啊 鞋子要贵 别的上面来说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 然后呢它的皮带子呢 是这样子的 是比较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带子 背在身上会比较舒服 也不会像那个铁的带子一样容易滑 这个肯定会比较好 然后呢它这个皮的带子是可以协调的 这边是有这种按钮的 两边都有 把它两边这个扣子解开 然后这样 调到最长的位置以后 它两边两个扣子是可以扣在一起的 然后呢 就固定了这个长度 它这个长度呢 是可以直接测背的 像我166的身高测背的话 正好也是这样 到胯这里 嗯 长度还蛮不错的 好 这就是短的带子 它跟铁的那条链子是差不多长度的 这支包包呢 自重非常的轻 不是很重 毕竟它这支包包皮的部分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这一块跟前面这一块跟皮的带子 这款包包主要用的面料呢 就是他们家的防布 就是他们家这个老花的布料 所以呢 它包包自重非常的轻 容量也非常的大 什么化妆品啊 口红啊 嗯 缝饼啊 手机啊 都可以放得下 然后它开盒也非常的方便 是那种吸铁式的 就不用一直去找一个固定的孔 去把它盖起来 就随便这样一开 然后一关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支包包的优点是它容量够大 然后它非常复古 然后这几年又非常流行这种复古风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去自己的居住的城市订订看 我觉得应该都是可以买得到这一款的 纠结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今年的秀款上又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不过同款小号的size的 小号size呢 我是15没有见到过 我觉得给我的话 小号跟中号比起来的话 我背起来的话 还是这一款中号比较好看 可是呢 我自己又很想要那一支小号 最近真的比较喜欢拿小一点的包 不是因为小一点好看还怎么样 因为拿小的包 我装的东西会少一点点 少一点呢 就轻 然后拿起来就方便 像我这支出去玩 就带了一支比较重的包 是全皮的包 然后那支包基本只背过一天 因为太重了 你一天可能六七个小时都到外面走的时候 你背一个很重的包 在肩膀上 真的会肩膀很疼 再说那种皮的包 它本来质重就很重 再加上你放一点什么手机啊 相机啊 纸巾啊 口红啊 随便放一点点东西 它就很重很重 就是你背一会儿 你就会觉得肩这边很疼 所以呢 我最近自己都是喜欢背一些小包 就放个手机啊 放个钥匙啊 然后一支口红啊 就一点点东西我就出门了 我就觉得够了 所以呢 这支包我觉得给我有一点点的 虽然我昨天去提它的手机 是很开心 今天还是很开心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 我到底要不要把这支包留下来 还是继续去订那一支小号的 因为小号的我真的没有见过 我在网上有看过别的妹子背 可是我觉得小号好像没有这支那么的阳气 然后没有这支这么的复古 比较适合个子娇小的女生 我觉得小号比较适合 像我的身高的话 其实我可以加于这一支的大小 我觉得背起来更加复古一点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支包包 是Monogram 其实我个人就是不是特别的喜欢Monogram 就是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奇盘格 然后这种带老花的字样啊 然后写了一堆他们家的品牌的上面的包包 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太喜欢这个样子的 我更情愿去买一些单色的包包 就是单色全皮的也好 全布的也好 就单色的 不要有这么多的logo在上面的包包 这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啊 这支包会让大家觉得越看越喜欢的一支包包 因为它真的设计上面非常的复古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类型的包包 我觉得 让我考虑一段时间 到底要不要把它留下来 反正我钱已经付了 我还可以再考虑一段时间 到底要不要把它留着 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就是我最近真的穷 因为我刚刚出去玩了一圈 花了很多钱 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字穷 真的是穷 所以我不想再买一支这么高价位的包包给自己了 因为钱都拿去玩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预算给这支包包 这也是我纠结的另外一点 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很简单 就是过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支包 我正好有这个机会能买得到它 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有种草这支包包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支视频 过来看一下这支包包上升的效果 然后它的材质啊 然后看看你是不是适合你们的 好那如果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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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